大家好 我是雷槍 萬眾期待的2019年聖誕節活動終於要開始啦 話說感覺聖誕老人一年比一年殘暴 請問這是我的錯覺嗎? 不過原定在11月27號便能夠更新完畢的聖誕節活動 卻因為蘋果的審查不通過 而導致官方強制保持維修狀態 2018年的聖誕節活動不復刻 凡是開服初期的奇蹟48小時的活動先搶先復刻啦 讓大家都能體驗一次當年想進進不去想玩玩不到的感覺啊 不過這次的iOS審查之久 也可能是觸犯了某個審核條款 導致應用程式需要一直反覆遞交審核請求 並且重新排隊 例如遊戲兼容性與iOS 13版本進行衝突 遊戲中的付款出現BUG 還是蘋果也感受到阿福的大寶劍存在一定的危險性嗎? 當然以上審查不通過的情況都只是猜測 不過這些情況還真的是App Store嚴厲審查的一環 再加上蘋果是採取半自動半人工的審核方式 有時候前一次的更新審核輕鬆通過 下一次卻因為審核員對於條款的理解不一 而導致遊戲無法正常上架這種尷尬情況 不過這次的災難好像並不是只有FGO中招 連帶一些同樣在11月27日維護的日本手遊 也難以迴避 就像出現了退點 美國感恩節一樣 真是多災多難啦 不過有賠時有防斷燈的話 其實就還好啦 也希望FGO在下一次的審核過程中 能夠順利通過吧 大家也不要因此對FGO感到失望 因為這件事並不一定是FGO的問題啊 花得了有帳號背道都沒有退更不會有那麼玻璃吧 那我們就趕緊進入FGO活動攻略 以最快速度簡略了解這次的活動流程 以及相關的禮裝課印吧 活動的進行方式是每天開個新的主線關卡 並且新增一個FreeQuest 然後就是去商店翻翻素材翻翻禮裝 當然聖誕節活動就是刷箱子 這一點是萬古不變的 而這次的活動贈送刷箱禮裝 可以說是又香又強啊 滿破提升綠卡性能10%以及MP獲得量10% 再加上10出MP50胖 禮裝能力全面側向攻擊力 可以說是綠卡衝浪隊的星秀禮裝 屌打了舊的海軍禮裝和潛水鷹 也能夠讓一些沒有萬聖伊莉亞 或者是滿破美遊的玩家 至少在綠卡衝浪禮裝上有了更多的選擇 基本上拿回來就一定要練好練滿 等級提升到50甚至是100 可以說是預定的事情啊 而在10抽卡池禮裝方面 亮點除了那張酷似英文教科書般的五星禮裝以外 就是四星禮裝的星人了 滿破登場提供15顆暴擊星的禮裝 相較一些五星禮裝只是少了五顆暴擊星 卻能夠做到壓括的效果 可以讓一些爆發隊伍的組對組合更有彈性 是少有的強力四星禮裝之一 能滿破的話當然是抽到滿破啊 還有這三星禮裝的加雷斯 然後就到了指令卡刻印方面 克之花的系統我就不多說了 大家想給誰就給誰吧 五星的回血刻印就比較雞肋 四星的對於打Q卡暴擊的衝者會相當不錯 而三星的就... 有種不是很好的回憶就是了 活動素材方面 這次的活動有不少重點素材 包括英雄之陣、魔術歲月、七七神九和金蛋蛋 如果大家有抽到上一次的宇宙靈和狂洲納的話 這次的活動送的金蛋蛋 應該能幫你舒緩一下技能等級的壓力吧 不過這次活動的相關衝者 重點是有成功啊 威力提升30%真的爽到不行 相信這位聖誕老公公 會讓我們度過一個美好的刷箱活動吧 而活動相關的新從者包括大寶劍阿福和狂暴治療師 之後都會出新的影片來稍微介紹一下 他們的優劣之處和搭配組合 所以還沒訂閱的就趕緊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追蹤雷槍最新最快的實況和影片吧 也別忘記加入雷槍的DESTV群組和臉書粉絲團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谢谢大家